相信大家都有在网络上购物的经验吧 无论是从购物网站或是购物 都能以最划算的价格买到想要的东西 很多人会选择用超商取货的方式 通常都是选离家最近的一间便利商店 有位网友在抱怨公社上分享带超商取货的趣事 以前要取货时 是跟店员报名字才能拿到商品 也因此曾经在网络上疯传超搞笑的取货人姓名 这根本是恶搞店员吧 后来超商取货改成报电话后三码 这样不但让店员搜寻物件时更方便迅速 也不会被一些怪怪的名字骚扰Tilda 有位女网友在抱怨公社分享她在超商取货的趣事 这位网友因为常常到超商取货 走了变成超商的熟客之一 有一天当网友走进便利商店 一进门店员便大喊 699你的货 还是中午 Tilda一瞬间让她变成整间便利商店的焦点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她 女网友也无奈表示原来我叫699 大家好我是699 贴文一出也吸引许多网友共鸣 我也有相同困扰 每次进去都721 小姐 今天有你的东西哦 你好我是007 哈罗 903在此 026来报道了 超商店员每一天要面对堆的跟山一样的货物 能被店员记住 看来这位网友也是花了不少钱在网拍上压Tilda 不过被店员这样喊编号 怎么有一种监狱编号的错觉 来源抱怨公社